您好,这里是张练视野 攻击乌克兰的俄军各条战线 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而攻打基辅的俄军主力 倒是陷入了绝境 我看了一下乌军和欧洲的一些组织 刚刚公布的作战地图 在过去一天,乃至两天里面 俄罗斯军队虽然在各路都在作战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战斗最激烈的第二大城市哈尔克夫 俄军可以这么说,一筹莫展 甚至处在一种极其被动的状态下 其他各路俄军也都是经常遭到小规模的歼灭 而打对俄军似乎不知道如何打仗 因为俄罗斯军队非常落后 他们的二战装备 要么对居民去狂轰滥炸 都是重装备 要么就不知道如何作战 因为他们也发现不了乌军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的侦察能力十分薄弱 开战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五天了 俄军主要的意图是攻占基辅 所以说俄军的主力实际上是在基辅的西北面的一路俄军 就是沿着地涅薄河 从基辅的西北方向进攻 这支队伍长达64公里 但是迄今为止 已经在公路上几乎一动不动 就是说瘫痪了十天 据分析家认为 一动不动有多种原因 一来是他的油料短缺 使得大量的车辆无法前进 还有食品短缺 还有弹药短缺 总而言之就是说短缺短缺 而且俄军的补给始终没有解决问题 再加上乌军不断地沿途 一找到机会就攻击他的子重车队 使他的后勤供应屡屡中断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支队伍仍然处在缺乏作战物质 甚至连保暖的设备和食物 都缺乏 有的官兵甚至四五天五六天都没有食物可吃 你看看俄军的后勤保障 以及俄军的指挥是多么的糟糕 最近英国专家对这支俄军阻力进行了分析 他们说现在基普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而这么低的气温足以使俄军坦克变成冰柜 假如这个坦克没有汽油 就是没有他们专用的汽油燃烧的话 何况俄罗斯的坦克样式都比较成就 为了作战的需要 他们里面也没有什么空调 甚至这些坦克想要撤回俄罗斯都做不到 因为没有足够的汽油 所以说他们现在只剩下两个选项 一个是在坦克里活活冻死 第二个就是丢弃坦克 步行逃跑 先回到白俄罗斯再说 但是如果没有普京的批准 我相信即便是下级指挥官同意士兵挽回逃 他们也不敢逃 因为万一在回来的路上 被这个督战队逮捕 就可能坐牢 甚至有可能当场遭到处决 所以说呢 他们要想活命的话呢 恐怕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 当然俄罗斯呢 还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空投汽油啊 食品啊等等 但是呢就要求飞机呢 是运输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要在低空投放 因为在高空投放 那个降落伞打翻以来 不知道把这个物品吹到哪里去了 你说在地涅泊河里面 把那些物品这个吹到河里面 俄军也打捞不上来 吹在这个丛林和昭浙地上 俄军也只能望洋兴探 所以说呢 只有准确的投放在公路附近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不要超过一公里范围内 这个呢 在高空呢 是没有什么运输机能做到的 俄军呢 这个 就是说呢 它是个设备更加差践 它更做不到这一点 何况呢 飞机飞得那么低呢 就会受到乌军的据击 现在乌军呢 已经有足够的美国独刺式反空导弹 也就是说 你只要这个俄罗斯的飞机 离开高空领域里 都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说迄今为止呢 俄罗斯呢 没有选择用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呢 要投入大量的运输机 高空呢 还得有大量的战斗机掩护 否则的话呢 乌克兰的战斗机扑过来 那也像打链一样 一炮一个 一炮一个用导弹 就能够把这些俄罗斯的运输车队给摧毁 俄军的主要的缺陷呢 看来呢 就是他的后勤能力 实际上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问题 俄军在二战的时候呢 也没有这个后勤保障能力 所以说呢 那时候呢 德国人经常出动少量的部队 钻打俄军的后勤 然后切断他的后勤供应线 结果呢 经常是很少的德军 就能够俘获大量的俄军 就是因为找到了俄军的弱点 后来俄军之所以能够在东线战场上 慢慢的转变为胜 改变这个局面 主要是靠了美国英国 给俄罗斯大量的军事援助 尤其是数十万辆卡车 那个超过了当时 德国军队的这个 拥有的卡车的十倍以上 所以说呢 是他们才确保了俄军战上 但是这回不行了 因为俄罗斯呢 没有足够的卡车 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燃料 虽然说俄罗斯境内的汽油 现在便宜的不像话 因为大部分汽油 现在卖不掉了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能力 把这些汽油送到前线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 俄乌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这是这个乌克兰外交部长 库列巴宣布的 而俄罗斯外交部长呢 拉夫 罗夫呢 则说呢 乌克兰没有满足俄罗斯的需要 所以俄军呢 将要按照既定计划 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但事实上呢 这个他的这个 俄军的行动呢 恐怕是更加困难 有网友传来很多照片 说这个俄军现在都被打怕了 怕到什么程度呢 在很漂亮 很好的坦克上面 却加上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定情一看呢 原来是焊了一张这个铁丝网 那个铁丝网呢 你要粗看起来像是捕鸟的 但是坦克你捕什么鸟呢 这个比较懂行的 这个网友分析说呢 因为这个 这个美军的这个标枪坦克呢 专门从坦克上方攻击 当然他攻击的第一步呢 就是首先要把上面的那个坦克内层 给他攻击掉 所以呢 他这个 就是说呢 先引爆 打一个孔 然后坦克钻进去 再来一次爆炸 把里面的驾驶员什么的给炸死 使得里面出于高温 再引爆他的弹药铺 引爆他的油箱 所以呢 现在俄军的这个土专家呢 走投无路 想出一个办法 哎呀 我们在坦克上面焊点东西 焊点那个铁丝网 让美军的这个 毒刺式导弹来了以后呢 在网子上爆炸 这样呢 他就不能够贴近 这个坦克的那个上层 那个那个表面爆炸 就不能够穿破它 从而就不能威胁它 其实呢 那个俄军的这些土专家 确实太土了 就有点像五十年代中国的那个农民 土法炼钢一样 那简直都是胡闹 因为有足够的照片也显示 即便是加装了铁丝网 独次坦克也照样摧毁 因为独次坦克有识别能力 那个铁丝网又不结实 直接穿过你 然后呢 贴近了这个俄军坦克 那个外壳以后呢 再爆破 爆破一个洞 照样能够完成 它的这个摧毁目标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正在访问前沿国家 也就是像波兰 罗马尼亚 立陶宛 这些贴近俄罗斯 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北约国家 因为这个波兰呢 曾经表示愿意 把它的全部米格29战斗机 也就是90架战斗机 全部送给这个乌克兰 但是呢 在送的具体方式上 波兰与美国 有不同的想法 波兰呢 说呢 你看我都提供了这么多战斗机 那么我愿意交给美军 用美军来直接送给乌克兰 而且呢 波兰呢 说呢 我们可以把飞机呢 先送到 住在德国的美军基地 但是呢 这一来呢 德国又被卷入 所以说呢 这显然呢 这条路子不合适 所以呢 哈里斯紧急访问欧洲 尤其是东欧国家 试图协调 这个美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也就是在北约内部呢 进行了一个磋商 从而更有效的支持乌克兰 因为肯定不能这样拖下去 对不对 乌克兰现在急需加强空中力量 要赶紧把这批飞机送过去 当然有人责备波兰呢 说这个哎呀大事情 这个这个都做了 小事情 却却却犹犹豫豫 再说波兰 你不用害怕 这个俄罗斯的进攻 其实波兰军队 按照我的想法 打败俄军都不成问题 因为波兰呢 这个三十年来的进步 太大太快了 它的这个很多 这个军事装备 它的军事人员的素质 都已经远远超越俄罗斯 这也不是这一百年前 或者二战之前的那种 糟糕的军队了 其实呢 波兰即便是用糟糕的军队 在一九二零年的时候呢 也曾经打垮过 当时苏联这个的大举进攻 现在呢 我认为呢 波兰拥有足够的优势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